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了浮点数的加强法运算 在这一节课 我们将来学习浮点数的乘出法运算 对于乘出法运算呢 同学们只需要了解 大概的过程就可以了 对于浮点数的乘法运算 有乘数S以及倍乘数Y 对于S乘Y呢 主要是进行结码的先加 以及尾数的球级 也就是说S乘Y呢 这等于尾数相乘 然后结码先加 也就是SX乘于这个SY 那么这个呢 就是尾数球级 而对于结码先加呢 主要是R乳的JX加JY次方 那么这个就是浮点数乘法的过程 同样的对于浮点数的乘法运算 主要是进行结码的先减 以及尾数求伤 也就是说 X除以Y等于SS除以SY 乘以这个R乳的JX减去JY 这里面的SX除以XY呢 就是尾数求伤 而对于这个JX减去JY呢 就是这个结码相解 而对于浮点数的整一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可以分为 结码运算 尾数运算 尾数的规格化 摄入以及逆处判断 这几个过程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来看一个例子 对于S等于0.11010011 乘以2的1101次方 Y等于这个0.111011 0乘以2的0001次方 计算S乘以Y 那么S乘以Y呢 等于这个尾数相乘 结码先加 那么就得到这个0.11010011 乘以0.11101110 乘以这个R乳的1101 加上0001次方 就得到0.1100100 这里面尾数我们要求保留8位 而这个结码呢 求和之后就得到了1110 所以这个就是 辅典数乘法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进行了尾数的运算之后 也就是尾数的乘法运算之后呢 接着也是需要进行尾数的规格化 以及舍入和益处判断 等等那些操作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老师就不再展开了 这些步骤跟之前的 辅典数的加加法运算是一样的 而对于辅典数的除法呢 过程也是类似的 首先将这个尾数相除 然后呢 这个结码呢 需要相减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辅典数除法的结果 在这里面 除法的过程呢 我们也是不需要深究的 同样的尾数处理到的结果之后呢 一样的需要进行尾数的规格化 以及守优判断 还有这个溢出的判断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